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赫林寺历时底蕴深厚 但是使他扬明天下的真正推手 却是唐朝诗人李舍的这一首诗 中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诸愿逢僧化 偷得福生半日闲 这首七言绝句 以线性叙述贯穿全篇 诗人首先书写百无聊赖的日子 和浑浑噩噩的心态 最后觉察春日将是 才振作精神 登上南山 想借着春色排解苦闷 诗人有意或无意间 走进了赫林寺 在与高僧一番谈禅悟道的闲聊后 一早心中阴霾 悟得人生治理 汇聚成了偷得福生半日闲的感叹 全师语言质朴真纯 以意其比 以阳术为 最终达成了精神的升华 李舍的一生颇不得志 进入仕途后 虽有才华 却几度被贬 唐献宗时 他再被贬折 流落江南 心情极为消沉 赫林寺之行 诗人豁然开朗 他将人生的感悟 化作诗句 提写在了赫林寺的墙壁上 在江南文脉中 留下了一份笑对福生的 禅心智慧 一生多愁苦的李舍 诗作不多 却因替赫林寺僧舍一诗 而为人熟知 赫林寺也因李舍的这首诗 被历代文人津津乐道 许多名士大家 都在此留下了印记 卓敦仪曾在寺门前 早尺中莲 后人称之莲西池 苏东坡游赫林寺时 在池边栽了竹子 即为苏公竹院 李舍和四僧谈话之所 被后人命名为冯僧处 与晋奴权 米福木等一起 即为了古赫林八井 如今 朕将赫林寺几经兴肺 即将重现盛景 南山深处的修竹 生机不减 以其坚毅挺拔的身姿 倾吐着流布百世的文化品格 仿佛在提醒人们 世事纷扰 清闲难得 若能偷得半日时光 放松身心 就算是为人生的进行曲 按下了一次暂停键 换来心底的宁静 惬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